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电视今天大新闻 现在时间是中国时间2019年的10月8号 我是安华 那么今天我们有四个题目跟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题目 就是火箭队这个所谓辱华事件 现在是闯了大祸 火箭队的名气 名声在中国市场是一落千丈 那么现在又有人出来给火箭队补了一刀 那么这就是布鲁克林网队的蔡崇信老板 他也是阿里巴巴的董事会的副主席 他又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中国人对香港问题这么在乎 这么敏感 所以算是补了一刀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看 这样一来 这个自信 中共一直所说的自信体现在哪 什么事都可以上纲上线到所谓爱国不爱国的问题 这是第一话题 再来看第二话题 现在香港到了秋后 应该说在十一之后 中共方面对香港的注意力又开始重新集中起来 这样一来我们现在看到香港援引所谓的紧急法 现在要进这个蒙面 但是我们看到港人法不责重 对这个恶法是毫不在意 继续是我行我素 这样一来应该说使得香港的局势再次的紧绷 而且是再紧绷 那么这种让人感觉到一种后背发凉的一种肃杀之气 也是陡然生起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第二个题目来聊聊这个话题 第三个题目我们看看 川普总统是刚刚签了行政令 应该说就是要求移民尤其是这个移民签证的获得者 在进入美国的时候一定要能证明自己能够看病 或者是有医保 否则的话就会有可能被拒 所以我们就想引申谈一谈 中美在医疗制度或者说医疗改革方面的所谓这个一同之处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 第四个话题再来看 现在有这个消息刚刚透露 就是说这个也是被压了好久 两个星期多 就是中国先锋系的帮主 或者说幕后的操控人张振兴 这个人应该说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陌生的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很多超级富豪都很低调 那么我们知道前几年包括肖建华也好 等等我们这些我们看到都是以往很低调 这些人应该说充当的都是白手套的这种角色 不清不楚不干不净 云里雾里让人猜不透 但实际上所做的这些事应该说在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来看 都是一些很不光彩的一些事情 或者说是让很多的这种投资者也好 他们的客户也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那么现在据说张振兴有这个上百亿 或者是更多的这种巨额的债务 那么这些巨额债务到底找谁付 那么张振兴的本人这个背景又是如何 那么他又代表了哪方的利益 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番梳理解析 好的 我们接下来介绍今天的嘉宾 一位是鲁难先生 鲁难先生是我们的这个新闻学人 也是时事评论家 另外一位是在纽约明镜演播室的郑旭光先生 郑旭光先生是经济学专家 同时也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 二位好 安华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安华好 好 大家我们接着就进来来谈谈第一个话题 我们第一个话题就是火箭队这个辱华事件 因为这个火箭队的总经理应该说莫雷 达利尔莫雷他是发了这个推特 对这个香港的民主事件是力挺 表示这个要为民主而奋斗 同时要站在港人一边 那么这个帖子一出来 引发了这个轩然大波 那么莫雷啊 当然我们知道火箭队因为和姚明的这层关系 这个渊源 使得火箭队在中国几乎就相当于这个NBA的代名词 所以说火箭队在中国的营收的确是中国市场对它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么一来呢 惹下了大祸 那么现在呢应该说中国蓝鞋 那么中国的我们知道中国蓝鞋主席就是姚明本人 那么已经是终止和这个火箭队的这个合作 包括李宁这些公司 李宁的公司啊等等 包括上海的一些金融机构啊 那么也都断绝了和火箭队的这个合作关系 那么这样一来呢 另外一个人物的这个发言呢 就是格外的引人忠目 那就是蔡崇信 蔡崇信呢是阿里巴巴的这个董事局的副主席啊 应该说是马云的这个铁哥们 他在马云啊 还没有创业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加入了马云的这个团队 而且是刨下了这个香港的一个很好的工作 来到了这个杭州和马云一起拼天下 那么现在蔡崇信呢又买了 后来买了这个鲁哥林网的这个成了他的这个 几乎现在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控股啊 那么就说成了这个网队的大老板 那么他就给这个NBA的所有的这个球迷写了一封信啊 就说这个为什么中国人对于香港 对于台湾对于这些所谓领土主权问题如此的敏感啊 原因就在于啊 过去一百多年的这种经历等等啊 那么此言一出呢 让我们感觉到呢 这个蔡崇信很会讨巧啊 那么现在也是相当于给这个火箭队啊 背后又捕了一刀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自信啊 这个中共所说的这个自信 四个自信啊 理论道路啊 这个最终还有一个文化啊 那么这些自信在每每在这些话题面前呢 都好像显得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首先请鲁先生 您来谈谈您的观感对这个事件 我觉得第一个杆管就是又是熟悉的味道 又是熟悉的配方 这个辱华这件事情好像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翻起来 这么一个一个东西啊 好像这个玻璃心 无论什么事情都会上升到这个爱国的这么一个高度上 我们记忆忧心的是短短几个月前吧 就是这个有一个有一户 一个旅游者在瑞典 因为跟酒店不遵守酒店的规矩 然后被这个瑞典的警察给请到酒店之外之后 就上升到一个这个辱华的这个高度来了 对 记忆忧心啊 记忧忧心啊 那是在一个所谓的行业当中啊 这个老人好像受欺负了等等 是 那我们现在又看到这个 好像感觉就什么事都 都好像都特别能够刺激这种敏感的神经啊 很多这种中国的这个网民也好啊 中共的这种宣传机构也好 那么现在这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这种辱华的这种情节到底是一种民族的这种心理的一种阴影呢 还是中共方面的一种有益的一种煽动 或者说是一种有益的一种引导 杜先生 我觉得两方面应该都有 一方面说就是它已经脆弱到不能再脆弱的地步了 我记得不久前意大利的一个这个商业广告 就是拍了一个广告完全跟这个政治没有关联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模特 当然中国人的眼光和欧洲人的眼光看起来不同的这么一个模特 用筷子来吃意大利面 就是表现的有一点笨拙的这种一个 那么大概原创的意义是这个中西怎么样能够合避 意大利的品牌怎么能够在中国这个大地上扎根 结果也是同样的被批为辱华 这个是辱华让人感觉到非常莫名其妙 对啊神经病这种感觉 已经是这个风声鹤唳了 什么事情你都不能碰我 你一动我凡是这个有亚洲人的面孔出来 就有可能会上升的辱华这么一个高度 我想这是一个民族自尊心啊 就是已经脆弱到了一种这个极端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来 我记得记得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那么英国人唱的一首歌叫央鸡杜德尔 然后用这首歌戏弄美国人 但是美国人当他打了胜仗以后 他同样唱的这首歌昂首挺胸的战胜了英国人 并且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这首歌到现在还在一直传唱 他们也没觉得入美 也没觉得这个美利坚就已经被一首歌一句话 或者说打破一件事情说这个给击败了 说得好说得好 我想现在到目前为止 美国人在很多事情上 他们可以自己就是对美国国旗也好 对其他的这个美国总统也好 对美国人的各种作为 都可以进行一种批评 都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都可以比方说在朝鲜战争 在越南战争 实际上美国人是被自己国内的反对力量给打败的 而不是被朝鲜人打败 也不是被越南的这个战争打败 那么他体现了一个允许国内的人发言 也允许国际上的舆论对他进行批评 所以他才成为一个伟大的一个国家 所以才能体现了他的一种自信心 我想没有人经常的提到入美的事情 美国人没有感觉到我这个哪一句话说的不对 哪一句话然后就会激怒这个美国人 这是一个强国 一个有自信心的民族的一种表现 谢谢 好 谢谢卢先生 旭光您谈谈 对这个话题 就说中共方面一直在渲染 最近这么多年了 一直在渲染四个自信 一开始是三个自信 后来又加了一个自信 文化自信 那么现在这个四个自信 说了强调了这么多年 那么还是就像刚才卢先生所说的 都是磕磕都是玻璃心 一碰就碎 那么这种这么敏感的反映了一种 中共这种宣扬到底有它的什么作用在其中 我们就感觉到几乎是这个不仅没有作用 而且是副作用 你怎么看 它是两层 一层是反映了脆弱 一层反映了霸道 这个脆弱呢 就是刚才卢纳先生讲的那些一系列辱华 这个是脆弱是吧 还有一个就霸道 霸道呢 就是说是他要用他的政治正确 这个也是长臂管辖道的这个全世界 对 这是您的点 您的分析点 对 要把他的这种脆弱 这种霸道要长臂管辖过来 那因为简单吧 就是你既然你火箭队看中我的市场 那我市场就是奇货可居嘛 我的市场就是奇货可居 我就可以给你制裁嘛 给你制裁 当然了这个咱们就进行事实分析的话 就像过去美国用这个经贸关系和这个人权挂钩一样 你要跟我做生意 那你要改善你的人权状况 这边呢你要跟我做生意 那你就不能批评我 所以这个是真加对卖忙的一个事 关键不在于这个默谈国事 我觉得这个默谈国事默谈政事是不对的 政治无处不在 国事处处都是 还是关键是什么是真正的政治正确 这个要掰扯清楚 掰扯清楚 要不然就成了一个没有道理的事了 谁有权利 谁就是老大 你能管得过来就行 所以中国也说美国霸道 完了以后 我们现在网民也有说中国政府太霸道 那这个对不对啊 是吧 他的这个理由正确不正确 我这个是需要好好变一变的 是不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是不是应该用这个予以制裁 那么在制裁的时候是应该国家出面 还是这个市场出面 就是消费者制裁他 还是国家又是不一样 对吧 我们知道很多言论自由 包括很多不正确的言论 是吧 也可以发表出来 但是这个发表出来的时候呢 国家是不是 政府是不是应该出面制裁他 还是说应该是一个消费者的权利 消费者我看你不爽 我就不采购了 所以这个里头呢 就是对中国消费者来讲 这个向来是我认为他是 这个身体和语言是对不到一块去的 就是虽然我不是球迷啊 但是我知道中国的球迷实际上 内心里并不太在意这个 就是说你这个火箭队是不是打不好了 因为中国人很简单 打得好 我就是就佩服啊 如果说你呢 你别说经理呢 你就是球员有辱华言论 他也不影响他内心里对他这个球迹的佩服 是吧 这个不会影响呢 倒是说有很多人把这个小题大做 像什么蓝鞋啊 实际上在中国就是个官方机构吧 这个政府机构就出来搞事情啊 搞事情 这个我对我认为就是无论如何 他是这个侵犯言论自由的 当然了 他是用这种长臂管辖的方式啊 就是说他这是中国的消费者的权利 他就代表了 他就代表了中国消费者了 消费者还看不看火箭队 他不重要了 他自己就直接就就替消费者做了主了 做主了那就是侯箭队几乎也就是灭井之灾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消费者的悲哀嘛 这个球迷的悲哀嘛 是不是 这是一个 因为他没有话语权啊 没有言论自由啊 没办法去表达自己的看法 是吧 只允许小粉红说表达看法 不允许这个真球迷表达看法 另外一个呢 说到这个延伸到言论自由呢 我倒是前段人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 我的真真觉得这个美国人民的这个新增宽啊 新增宽啊 他是一个小乐队 哪一段 他在曼哈顿街头一个小乐队 完了以后有一个女高音 中国的女高音 那乐队里还有这个 一看反正就不是华人嘛 对吧 他们第一个演奏的是中华人民的英勇曲 英勇军进行曲国歌 另外一个演奏的就是这个 应该是英雄儿女那个 里面那个风烟滚滚 唱英雄啊 把这个 把美帝军队比作虎豹 是吧 那么这这么一段视频 在曼哈顿的街头 这个这个 演唱应该是最繁华的地方啊 然后周围这个都是这个 美国人在观看 那你说这个算什么呢 这个算什么 这如 这明显是如美啊 这如美如 如到什么 对啊 你这反美歌都唱到美国土地上了 对不对 而且美国人在那给你那个帮腔啊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扮奏 美国人扮奏 我一看应该是美国人 完了以后周围围了一杠 每个人在看 鼓掌 大家看 觉得他欣赏艺术 他不管这个政治正确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 实际上应该分两层看 分两层看 就是 普通人民怎么看 完了以后政府应该有什么 什么样的一种姿态 是吧 如果是政府是保护言论自由的 那政府一般是不干预为好 不干预为好 不管他政治不正确 是否正确 是不干预为好 那么二位就是觉得如果说这种事件呢 当然现在我们看好像分了几个阶段 那么很多年以前呢 中国人遇到这样的事 或者说中共啊 遇到这样的事呢 也都是多半就是发几句牢骚 然后呢 也就不了了之了 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脾气 现在后来呢 就像徐光你刚才说的 感觉手里面现在有了leverage 有了这个杠杆 有这个市场 拿这个市场的开始 这个吓唬人 动不动就把谁要扫地出门 那么现在呢 会不会以后 我们现在先不说中共 就是先说中国这个民众 他的这种心理 我相信呢 刚才鲁先生说到 有些民众也的确可能有这样的心理 那么会不会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呢 这种所谓这种脆弱的心理 这种民族的这种自信的这种 能够真正树立起来 而不是说是口头上的自信 是实际上的自卑 或者说是满地的玻璃茶子 那么这个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安华 我想说澄清一下的 你说 就是真求谜 真军谜 咱们网上也看到很多有军事谜 他会做出客观的这种分析的 大部分都是打酱油的 实际上也不是爱看球的 他们就抓这些东西 就是 就瞎起哄 瞎起哄的 我感觉是 然后被政府拿来小题大做 宣传部门拿来小题大 宣传部门没事找事吗 是啊 找存在感吗 刷存在感吗 这么一件事 这两天 这应该说一天多吧 已经是 这个遍地封烟呀 当然我跟你说 最主要的还是个大环境 就上有耗烟下壁慎烟 如果说 老大们不会在乎这些事 下面也就 也就歇着吧 对 中国的事应该的确就是上行下效 都是上面 老大讲实惠 大家都不说什么 老大要耗面子 那浑身都是问题 所以是越来越敏感 这脸皮越来越薄 鲁先生 您有这个自己的看法吗 就是说我刚才提这个问题 有可能 就是说 慢慢的 随着这个所谓的这种 这个国力的这种增强 慢慢的这个民众心理呢 至少从民众本人 当然我们知道呢 这个中共这种宣传影响 也是很大的 但是就是至少 我相信中国的民众 还是有自己的一种看法 自己的一种观点 那么至多有些时候 可能不方便说出来而已 那么这种心态会不会有所改变 有所调整 现在主要问题是 民众得不到一个正确的信息 就是在整个网络被拼蔽了 实际上整个中国在目前 它应该是信息可以跟上这个时代 所有的硬件都并不缺失 都可以跟得上 比方说互联网 比方说这个自媒体各种这个传播媒介 都是可以跟上时代的 但是它是完全的在一个防火墙之内的范围里边 它是一个局域网 所以很多的民众对于外界的信息 对于自身的问题并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最近两年才有特别多的这种段子 容易这个流传 比方说金灿荣教授的这个一些说法 比方说胡安刚的教授的一些说法 所谓的厉害了我的国这种电影 能够大行其道 让这些一些小粉红 一些不了解事实真相的这些民众 他们认为自己非常的了不起 而且这种了不起是没有一个参照物的 他是只是关起门来自己说这个 那么当这个媒体一旦有不同的意见 或不同的现象传递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这个是接受不了这些东西的 那么很显而易见的是 在火箭队的这件事情上 大部分的球迷是非常欣赏 这个美国的NBA的表现 还有他这个气质 因为可以跟这个中国的篮球 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假如中国的球迷是真爱国的话 他们应该去挺中国篮协的下属的各个俱乐部队 但是正好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得出来 是火箭队在中国的影响 比中国篮协下面的任何一个俱乐部队都有影响 都会得到民众的好感 那不是一个量级啊 这真不是一个量级 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这种自信是要靠打出来的 正如美国人 有美国人的自信 他是打出来的 在各个方面他都有所建树 那么自其心就自然而然就树立起来了 比方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当然这没错 我爱国也没错 但是你要让我去爱中国足球 我就要想一想 那个脚真叫臭啊 就是我们什么都敢相信 但是现在不敢相信中国足球 如果这些球迷们 假如真正的爱国 爱到连中国足球 连伊朗都敢输 伊拉克都敢输 中东的一些小国家都敢输球 连泰国都敢输 甚至香港都敢输 这种情况下 你要让我爱这个中国足球 也把它当爱国的一件事来做 就很难了 那么这种自信 必须等到中国足球 真正能够走 这个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 在世界上有一个名次的时候 这种自信心才能真正的树立起来 才不至于像现在听到一个球队的经理说上一句话 那么就把自己的这个玻璃心就打碎一地 满地找不到自己的这个心爱的这个东西在哪 那么这就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现象 在最近的将来我还看不到这个真正能够把自信心树立在这个自己肩膀上的这么一种可能性 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的这种市场 其实非常的庞大 其实中国人也非常爱这种市场 那么以市场来换取政治概念的这个做法 由来已久 就在最近我们看到在贸易战打得如此的激烈的情况下边 中国的经济屡创低点 然后不堪重负的这么一种情况下 还有很多人咬紧牙关在那里撑着说怎么样 在这个贸易战中已经重创了美帝国主义 然后自信心还要怎么样扛下去 一边吃着四五十块钱人民币一斤的排骨 一方面跟美帝国主义在叫板 那么这种是完全的这个心口不一的一种一种做法 这种做法其实有很多人 比方说中国蓝鞋 像我们敬爱的姚明主席 可能也是在积极的向上来表态 在这种情况下边 如果不积极的作为 不撇清致机跟火箭队之间的这种关系 恐怕就会有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 中国的很多官员 包括行业的这个行业协会的这种带头人 他们也都是有这种这种想法的 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恐惧里面 我倒不相信就是姚明已经不在爱火箭队了 对火箭队已经没感情了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在中国这个环境里边 人人自危的这种生存 要给予表现出来的这个划清界限 政治正确 这是姚明主席可能现在心里最重要的想法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他这么一做的话 会被一些舆论控制 会被社会上的雨情点燃了这么一片烈火 造成了一个很难收视的局面 那么这种市场依然存在 中国人还依然热爱火箭队 还依然热爱NBA 正如同他们热爱欧冠杯 世界杯的那些优秀的足球队是一样的 如果他们能在中国足球 中国篮球这些俱乐部上面 得到这些身心愉悦的满足的话 他们就不会看美国队 也不会看欧冠杯 欧洲那些强球队 国际米兰 A系米兰等等强对的一些表现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树立这种信心 要找回来自己的这个位置 还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奴隶 真正的爱国是让中国强大 中国走向民主 自由富强 才能有中国人的自信心 好 说得好 旭关还有补充吗 我跟鲁南岸先生唱个反调 就是这个 好 我也 这个节目当中有反调最好 珍爱国不要追求你的国家强大 因为什么 你想这个足球篮球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中国什么时候才有戏啊 我觉得太难了 太难了 在这要找回来太难了 包括这个高科技领域 是吧 军事领域 你要想成为世界 这个拔头筹的太难了 太难了 就是你的这个足球 你像欧洲的足球 拉美的足球 中国什么时候能赶上 我真的想不出来有什么好办法 就像 就像那个 非洲那个 很多这种 田径项目一样 是吧 中国人 你想在这里头强大起来吗 太难了 但乒乓球你已经是很强了 乒乓球你就是最强的 是不是啊 包括女排啊 什么 这些好像是 有些能走出来 有些能强大 有些我估计就看不到头 另外一个你像这种 而且我觉得就是特别 特别在乎这种 好像似乎什么 你为什么非要在 在前 对啊 排在前头去呢 你你你你再 比如说这个这个 基础的这种 科学基础科学 是吧 诺贝尔那个 这个科学奖 咱们这个这个 物理学奖 化学奖 物理化学奖 这个 生物学啊 这个我觉得 不是几代人能够能够 培育出来的 尤其是你在中国 现在还有一个 人为的体制障碍 就是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思想自由 交流不交流有问题 是吧 那你现在 你再加上互联网 互联网要屏蔽起来 你想想 你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 任何一个 很很小的一个 咱们讲 叫编辑上的一个 很小的一个点子 都能成就一个大公司 像什么Facebook 是吧 那那那 那在中国 你就把这种机会 就就拦住了 你搞成局域网 你怎么行啊 对吧 就是有 我说的两个意思 第一个 有些地方 你注定可能 就是看不到头 觉得没有希望 没指望 另外一个 能看到头的地方 你又人为的 把自己给拘束起来了 那得从这些地方想着 但是呢 肯定我觉得 追求强大 那是个很奇怪的一个 一个想法 卢老师批评 我准备反驳 准备反驳一下 郑老师 但是我首先先感谢 这个郑老师 已经赞同了我的观点 比方说 郑老师 对 郑老师已经提到乒乓球 我们知道乒乓球 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乒乓球是欧洲人发明的 也是西方人发明的 正如这个刚才 郑老师所讲的 乒乓球 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 这是没有问题的了 刚才郑老师 还要感谢郑老师提到了 中国女排 刚刚得到了冠军 这也是一个例证 就是说排球 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也不是中国的传统的 历史上传统的体育项目 但是在这些领域里边 中国人确实发挥了一些才能 那么我想说 如果他在这个方面强大的话 也许他走了一条 比较正确的路 但这个路 对于其他的运动项目 是不是同样的适用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呢 就是说 并不是说 在体育领域里边的中国人 就是一直是无所作为 我同意郑老师说的 另外一个观点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追 上来就追求 你当成为世界的老大 你在乒乓球是第一 足球也第一 篮球也第一 各方面你都第一 这样你才能爱国 才能够让中国更强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 为什么 这个美国的NBA 他能够成为世界领先的地步 你要看他的整个的体育体制 他从小孩开始 一直到这个老年人 他有一套整体的 那么体育的这个运动的一种方法 整个社会是崇尚运动的 从小孩开始 在这个小学的时候 其他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女儿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他们每天就这样 到中午的时间 你这个教室门是锁着的 你这些小孩子们吃完中午饭了以后 必须在操场上去活动 大家都在奔跑锻炼 各种各样的机会都在锻炼 在中学了以后 他有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 你参加哪一个队都可以 每个人可以有几项的来去参加 高中以后 他有更多的竞赛的各种各样的体制 各样的来这个 昨天我在这个低栏街上 看到一个高中的 他叫返校节的一个活动 他各种各样的球队 都这个街上进行展览 跟这个民众接受民众的欢呼 接受民众这个 让我大吃一惊 这一个高中的这么一个学校 他有各种各样十几个体育方队 然后这样各种各样的 包括还有这个军训的这些 那么他的体育 他不是单纯的竞技体育 他的整个体育运动 是在民间都已经有很稳固的基础 整个民族的体制得到了改善 所以我想郑老师 跟我的这个这方面的意见 我觉得跟郑老师一致的 就是说你应该改善整个民族的体制 在这基础之上 你的竞技体育可能就会迅速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 这样的话会对整个提高整个民族的自信心是非常有用的 否则的话 你这个闭关锁国仅仅是搞一些高精尖的运动员 就是为了拿几个奖牌 就是为了整个面子 而把整体的大众的体育放在一边 那么就是为南辕北辙越走越远 我是这一句谢谢 好的 那么二位的这个观点有所相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 也有激烈的这种可以说互相的一种意见的一种交锋 我们这个节目的本身也就是一档辩论性的节目 节目当中的嘉宾会有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观点的这种碰撞 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看点 那么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香港 来聚焦香港 我们香港的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动态 应该说是在急剧的急转之下 或者说在中共的十一见证之后 现在香港的问题又重新回到了 可能是回到了中共的高层领导的这个视野当中 有了这个心思 有了这个时间 也有这个能腾出手来管一管香港的事 那么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是港府 现在急推这个推出了这个禁盟面法 那么这也是根据所谓这个紧急状的这个规律 来做出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说叫紧急法来做出的这么一个 那么应该说就是绕过了立法这个环节 直接就是行政长官就相当于用这个紧急法 来为自己松了绑 也就废了香港的这个三权分立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我们看看 让人感觉到这种各方面的消息 包括比如说有警员的这种被替换 身份的被替换 而且香港的警方甚至有些人都不知道 自己的这个警服或者说这个身份跑哪去了 被谁用了 而且被休假了等等 那么这些事都表明了一种 就是说中共方面的这种力量在不断的在往香港的这个人群当中在植入 在注入 现在应该说又前两天又出现了一个这个所谓香港临时政府宣言 那么也有人说呢 这个宣言这个出台本身呢 就是中共方面的一个阴谋 也就是说呢 港府的这个进盟面法呢 最一番的挑动 而且这北京呢 是有意让这个局面恶化 那么所以说呢 现在面对警方越来越强烈的暴力 而且这种暴力呢 似曾相识 让人感觉的不是香港警队的这种所谓这种很有素养的 很有这种高水平的这种执法的这种惯例 而是呢 出现了这种中国大陆的这种警察呀 或者军警的这种野蛮的这种执法 或者说野蛮的这种施政 所以说呢 示威者开始呢 也是用这种暴力进行了对抗 我们还看到了像这个 这个抛石器呀 抛砖器呀 等等的这种土质的这种武器呢 也都在这个视频当中呢 出现 那么局势将会越来越暴力 严重严峻 那这是不是北京期待的情形 那么等到香港大乱 然后就以稳定局势的名义 出兵镇压 从此呢 就毁掉 或者说是废了香港的一国两制 我们今天这个第二个题目呢 我们就来做一番展望 或者说是一番分析 这次呢 请旭光先来 这个香港这个十一之后啊 这个林郑的这个脸色就为之一变 据说是 据说是到那个国庆参加的阅兵 回来有信心了 看到祖国这么强大 对这点小菜一碟是吧 也得了这个 估计也得了这个老大的真传 当然了也 他自己说他没有见到什么人 但是也可能就是 那传个字条也行啊 也可能是在这个 去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安排 但是这个我现在看这个事情呢 就是他这个蒙面法 蒙面法有几重含义啊 倒不在 就是蒙面法本身 这个影响 本身也很清晰 就一个就是说 可能会造成你在集会的时候 你这个 防瓦斯是吧 防毒气 防这个不说毒气氮就瓦斯 你可能就会受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说是 甄别这个人脸就受影响 是大概这两个作用 但是我倒看中他更深的层面 当然香港人现在是普遍的 就是说是一个 就带着面具出来 就抗议这个恶法 法不治众啊 但是现在我觉得 这个出台这个法 有几层含义在里头 第一个就是启动了这个 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一个 旧的法律 本来是针对这个省港大罢工 去的这个港英政府 这个旧的法律 而这个法律呢实际上 授予了这个政府 几乎是无限的这个权力 就是让整个香港法治停顿下来 就是援引这个法律 它就可以让香港进入紧急状态 进入戒严 尽管林郑说这不是紧急状态 这个法还要带这个立法会 这个16号复会以后还要审议等等 但是呢就是它造成了一个这样一种可能性 就是老楚拉木仙大头在后头 如果说这个蒙面法这个实施以后这个升级了 那么它再就是反抗升级 那它就可以再出进一步的这种弹压的措施 当然这个前面讲的口号群众口号就从都是香港加油 现在建成香港香港反抗 而且呢在原来的时候的有一个歌曲 叫这个荣耀归香港 是吧 那么现在又出来一个香港读香港这个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的一个声明 就是这个事态是越来越严重 有人说这个声明是有什么背景 我也不去做猜测 听这个声明的这个内容 还是蛮慷慨激扬 坑枪有力的 很有很有很有这个鼓动性和战斗力 但是呢就是林郑这个通过这个蒙面法 它要启动一个上世纪二十年代 这都一百年了快是吧 马上一百年啊 一百年 一个一个这么老的一个法律 这个也是比较 比较讽刺意义的是吧 比较讽刺意义的就是说 可能这个这个条例启动了 它有可能对这个基本法反而造成挑战是吧 这合不合基本法呢 因为没有没有法律人士来仔细来探讨这件事情 但是我还有一层忧虑 就是在11月24号的时候有一个区议会的选举 那区议会选举呢 中间是应该是473个席 479个席位中间有27个当然席位 有452个是要选出来的 啊 那么我我倒怀疑他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刺激 事态上升啊 目的是在这个要要推后这个让这个 对对 区议会的选举啊 一个是推后 另外一个在意在一种肃杀的气氛中间 哎 来来来来来进行这个选举活动啊 那么我我担心他是第一种 但是第一种就是说这个是他越来越严重 那我就可以宣布这个这个选举往往后推了 嗯 你可以想象在香港现在的这个民情的情况下 这个区议会选举有可能 这个建制派是完全掌握不住局面的啊 政府也掌握不住这个局面 对 嗯 这个现在目前这种民心和民意啊 啊 他因为民间的抗议活动是没有大台 那真正的大台是在哪儿啊 应该是在立法会啊 在议会啊 啊 那他这个大台有可能 落在民间手里头 他是 他是不是有这一层 呃 阳谋吧 这个你看得清楚啊 他就是个阳谋 对我们看到有些报道包括这个法广啊 这个报道就是说这个标题就是香港反了啊 啊 这已经是反了 哎呀 那么像这样一来呢 似乎总是 让人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背后在煽风点火 就是说希望香港呢 进入到越来越这种激烈的一种对抗 他造就一种革命态势 完了他好进行反革命 是吧 他好进行反革命 因为这个 从武力上来讲 他是有压倒性优势的嘛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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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回來以後似乎臉色一變 好像是得了上方保健 特別有信心 我對此是一向不以為然 我覺得林鄭月娥其實她要辭職 要離開這個崗位 離開這個麻煩 坐在這個火山口上面 是她發自內心的一種想法 誰也不想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位置上面 然後再繼續待下去 這個位置不是人待的地兒 然後這個我們知道聽到的錄音已經爆出來 就是有這個建制派的立法立委就是當面的就罵她 而且罵得很難聽 是問候她母親的話 直接就罵出來 對 在這個記者會上也好 是跟這個所謂的群眾見面會也好 都是被一片質疑 包括記者有直接就問林鄭你什麼時候死啊 就這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面 在這個麻煩事不斷 香港局面眼看失控 而且不知道什麼時候是一個了結 用什麼樣的方法了結的這種情況下面 林鄭不見得是這個就是說欣欣大爭或者那個 她是完全沒有辦法的辦法 只能拖著她想辭職 北京不同意 因為如果她辭職了 那就說明兩個問題 第一是中央用人不當 用了這麼一個人導致這麼一場大亂 誰來承擔這個責任 誰來承擔用人不當的責任呢 這不行 中央用人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是有些壞人 把香港搞亂了 這是他們的一貫的邏輯 那麼這是第一個不同意鄭老師的這種說法 第二個不同意鄭老師的說法是 他說有人在幕後有一股暗流想推動香港人走向激烈的運動 這是安華的說法 澄清一下 我不背這個鍋 好 那我就連安華一塊粉了 好 我們節目怎麼說 那麼我認為就是說這個暗流沒有暗流 是明流 就像剛才鄭老師說是羊毛一樣 現在很多事情都是擺在明面上 在桌面上就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從6月9號的這個大遊行開始 一路下來都是香港政府不斷的按照這個他的得到的指令 一貫的走了跟民意相違的一條路 不斷的去激起民眾的這個抗爭和憤怒 這個裏面不需要暗流 也不需要別人去做這個 我們知道其中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很清楚的 10月1號當天遊行的時候 香港警察公布抓了不少人 其中年齡最大的71歲 年齡最小的12歲 什麼樣的暗流能夠推動12歲的小孩上街遊行 去被當作暴亂分子抓起來 什麼樣的暗流能夠推動71歲的老人 行將舊墓的老人 還到街頭去抗爭被警察當暴亂分子給抓起來 我覺得全民的激憤已經是擺在這裡了 真正的始作俑者就是香港政府 以及他背後的那個指使的那些人 導致了這場悲劇然後一直一路一路的發生 那麼現在走到目前已經解下了一個很難解開的這麼一種解 就是說解鈴還需細鈴人 但是這個細鈴的這個人身不由己 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 所以這個解就沒辦法打開 現在簡見得就是對立的情緒越來越濃 香港政府啊他選擇的辦法是越來越臭 會加劇這個矛盾他自己清楚 但是呢是沒有沒有別的選擇 武力和暴力會持續的在香港繼續下去 那麼這裡邊有一個最大的一個因素 不是香港政府需要一個理由 你革命了我來鎮壓你其實他不需要 在這個其他的地方 在中國類似的其他的地方 早就被鎮壓了 在香港他也可以採取同樣的措施 他也有這個心也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這個 但是他顧及的我一向就是這個觀點 他顧及的是美國的這個干預的力度和這個 對這個關心的程度 我說過很多次在節目裡面講這個 我這個觀點就是他們真正關心的 真正擔心的是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的 這麼一個核心問題 這個在經濟上對中國政府 公共就是擔心他自己的錢贊子 對對因為香港一年的這個進出口貿易額是七八千億美金 具體的數我記不太清楚了 這個香港自己本地並不生產很多東西 它大部分的東西是進入轉口 什麼樣的轉口貿易能夠達到七八千億美金這麼一個 我們可以基本上認定是中國的相當一部分商品 一部分利益從這裡面有道理 第二個也是一個金融地位對於香港來說 對中國政府來說是什麼最關鍵的呢 也就是它是一個人民幣的立案中心 人民幣立案中心的意識是什麼呢 印出來人民幣在香港這個地方可以換出來美刀 可以換出來外匯 那麼這是它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作用 前我們可以記憶憂心的事是前一段時間傳出來 港交所居然要收購倫敦證券交易所 這個新聞孔大家都記憶憂心 為什麼會有一個蛇吞象的這麼一個最大的舉動在這裡 為什麼倫敦交易所當時就給予否定呢 實際上我個人認為這背後一定有某一種影子在裡邊 那就是說當香港這個金融地位金融中心已經不再存在的話 它必須找一個替代品 借石還魂借殼上市或者說 借石還魂它要找一個能夠起到相同作用的地方 否則在經濟上的打擊就會非常的嚴重 這是它遲遲不對香港下重手出動武力出動解放軍鎮壓的另外一個原因 所以我們由此判斷在中美貿易談判10號之前應該是平穩的 如果這個談判沒有那麼快的破裂就是雙方公開的宣稱破裂 實際上這個破裂是早就早就破裂了兩個人各懷鬼胎 就是中國政府說我們在繼續在談 川普總統也在說我們每次都談得很好 在一直達不成協議的情況下 川普總統一直在說談得很好 有進展 實際上雙方都在穩定自己的投資者信心 對自己的經濟這個前景他們去竭力的呵護 那麼在這個前提下面我們說如果不是雙方公開的說我們談判破裂 大家不談了大家脫鉤 不然二位注意到沒有 就是現在呢 就說前前兩天有這個消息啊 就說這個通烏門啊 不是這個川普總統已經把這個和這個烏克蘭這個新總統這個通話記錄都亮了出來 那麼現在有人就要求啊 他亮這個他跟習近平在6月份通話這個記錄 那麼就是有沒有有關於就是說 你跟我貿易談判談得好點兒 香港的事我就不管了 我裝得不知道 那麼現在呢就是大家實際上很關心 我覺得這個遠比這個通烏門要重要啊 那這個通中門我覺得這個一旦被抖落出來之後 如果真是兩個人有這種私下這種交易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事兒那真的是 哎呀應該說這個香港人啊 這個命運也很坎坷也很悲催 我個人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 或者說幾乎沒有這種可能性 我一向有一個觀點就是我們對政治人物對他說什麼 這個講什麼跟他實際上要做什麼 我們要分析對待 實際上大家對他有懷疑的 這個對川普總統有懷疑的這種情況是他講過幾件事 當然他很關心這個貿易戰的這個結果 這個貿易協議對他來說很重要 但是他也很多次講過這個貿易協議一定要是對美國有利的 同時他也講過這個貿易 那也是空話我覺得這是空話啊 陸先生我覺得這是 對美國有利那由著他解釋啊 哎呀我覺得這贏了我們贏了 為什麼呢我覺得你看123列舉幾個數字只要對他有利的 然後你看我贏了 那麼實際上可能很多的這種背後的東西 他並沒有消費者或者說這種普通民眾呢 他並不知道這當中的這種這種貓膩或者說是這種細節 包括中國的這個民眾同樣也不知道這貿易談判到底談了些什麼東西 只知道是150多頁 基本上都已經連標準符號都已經是差不多了 那麼也僅僅就知道這麼點 那麼這個原文這個貿易談判這個內容的這個原這個版本 原先這個版本誰也沒見過啊 普通的民眾都沒有見過 所以就說這個東西我覺得您說的 他說啊我覺得川普很多的這種講話呢 也的確也是跟剛才咱們所說的這種香港的這個事啊 是是是有關就是有相似之處 就是在不不停的在啊 雙方在不停的在拖啊 在在用這種方式呢 來爭取到對自己的這種啊利益的最大化 陸先生您繼續談啊 我們之間的因為咱們之間意見的這種交锋啊 因為有些時候可能說的完了 我就把這個點就忘了 沒事我我我來接著來反駁你 我來接著來反駁 好 那麼就是對這個事情就說啊 我們剛才講到就是他要談一個就是對美國有利的協議 當然這個裡邊有各種各樣的解讀 有各種各樣的含義 但實際上比較清晰的是他講過說這個 如果香港這個問題處理不好 這個貿易協議是不會簽的 這是很明確的態度 這是第一個 但是這僅僅在後來了 大家對他引起懷疑的是在此前 香港事件剛剛出來的時候 他講過曾經講過一句話 讓大家覺得這個川普是不是個商人啊 只考慮利益不考慮這個政治正確的問題 公平正義的問題 民主自由的問題 那麼當時是在一種情況下 他講過香港的騷亂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這個是中國的事情 我們相信他能夠處理好這件事 是這段話讓大家有很多種解讀 認為這個川普可能是一個商人 他會丟棄到這個價值觀的這個問題 為了集中 急於達成這個貿易協議的這種情況 實際上當時他講這個話的背景 大家認真一想就可以找得到這個根源 因為當時中國政府就指責美國是幕後黑手 那麼川普總統當時講這個話的含義 所以我認為他在講這個事情 第一跟美國沒有關係 這是中國引起的事情 你們應該自己解決 而且能夠也必要很好的解決 在他講這個話的同時 彭佩奧發表了一個演說 說這個指責美國政府 是這個香港完全是胡說八道 這個是非常清楚的表明這種態度 所以我覺得我們目前的看到的正式的資料裡邊 沒有一條能夠說明川普在這裡面做政治交易 把貿易和香港的自由問題聯繫起來 我是不這麼認為的 所以我對安華的觀點表示一個否定的態度 謝謝 好 謝謝總團先生 虛光還有補充嗎 這個現在是這兩件事 因為咱們這是華語節目主要針對華人 那中國這一塊有兩件大事情 一個是香港問題 一個是這個貿易戰問題 都是這個事先的時候都沒有想到是一個 是一個有隱患的大事情 但是呢 沒有想到這個中共方面處理的這個 如此的笨拙 如此笨拙 當然了這個和 同意 同意 和他這種交橫跋扈 這個有關係的 好像跟越王勾劍一樣 是吧 這個這個握心長膽 那現在就可以這個作威作福了 哈哈 在這個 就這麼一個轉換的時候呢 發現碰到硬茬子 一個是沒有想到這個 中國經濟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麼強大 就是這個和美國的這個對抗 貿易戰對抗中間沒有想沒有想到這個高基礎如此這個不堪 是吧 這個中興華為都是這樣啊 實際上華為看得很清楚啊 華為看很清楚 手機隨時可以被廢掉啊 對 對 他這個妹的三十這個 因為這個谷歌這事情已經 對 對 對 在國外 人家不可能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 他們也沒有想到 就是 香港人的這種反抗 如此的難以消化 難以消化 他 第一個沒有想到香港人 他們認為香港人可能就是 經濟動物嗎 到現在還這麼認為啊 人家把經濟搞好了 一切都OK了啊 能能用人民幣解決的問題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啊 那人民的肯定是香港應該大部分人吧 人心是應該用經濟來收的 他沒有想到你碰到了人家的政治底線啊 就是這種香港的自由環境啊 就是跟每個人都相關就是送中條例嗎 送中條例實際上牽涉到 就像那個銅鑼灣事件那個老闆那個 和員工 股東員工那個 你直接就可以綁走了 那以後就是合法的綁架了 對不對 我們說綁架合法綁架 哪有這個詞呢 就是因為你是冤枉嘛 就把它叫 你想打通這個渠道 那所有的人都 都起來反抗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撤回了 香港人也不罷休 也很簡單啊 他要想 那你什麼時候又再來了呢 對不對 所以這個雙普選又成為一個 成為一個要求啊 包括你這個景峰 這種劉孟雄講的 劉孟雄應該算是個可靠的信源啊 他講他的警察朋友裡頭 那個講他的那個制服啊 這個警徽啊都被借走了 這也是很奇怪這個事情 當然這個信源我覺得比較可靠 那大家就想那前一段一直在懷疑 有廣東的這個說 說粵語的這個警察混在裡頭 那你要從合理推斷 他是成建制的混在裡頭 不可能互相穿插啊 穿沙子是不可能的 他是成建制的 對不對 那你這種成建制的活動也是 想一想也是很 很寒 不寒而栗啊 讓人 是不是啊 那這樣的一個叫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那這個五大訴求的這個最低綱領你都難以實現 還有最高綱領呢 我把它叫最高綱領就是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這句話他就深遠了 時代革命他作為一個手段來講 他也很很高調啊對不對 光復呢就是你他 他要讓你侵蝕的自由要回去 也可以用復辟這個詞吧 對不對 你要復要回去的 那麼手段什麼呢 叫時代革命 實際上就是非常勇武是吧 非常勇武 如果說勇武達不到的話 那叫什麼呢 藍炒 與你共存亡 與你共存亡 這一次 同歸於盡 香港這個決心 我認為就是得到了全社會 香港全社會的認可 一個是得到了中老年人的認可 因為很多中老年人都是合理非吧 直接 但是他們也 理解勇武派的這種訴求 他們就認為 當年自己沒做好 年輕人 現在在付這個代價 他們支持是責無旁貸的 你想 八十年代的時候是 徐光啊 你說 但是現在呢有一些這種輿論呢 包括黎智英啊 包括梁文道啊這些人 都已經是紛紛出來表態 就是說不能中了這個中共的圈套 就是中共現在就是希望香港把這事鬧大嘛 鬧得越大越好啊 越慘烈越好 越激烈越好 那麼這樣的話呢 中共你包括黎智英 你看他說的就是說 他說現在不是應聽的時候 他說那獨裁者呢 只是知道用暴力解決問題 他們唯一的出路就是讓這個抗爭者失控 或者呢用這種滲透者呢 這是兩件事情 你切代我 切代我把前一件事說完 Sorry 對 就是這個是表達了他們的決心的 表達上決心的就是 我剛才講的就是 一個是五大訴求 另外一個要回到他的自由狀態 被侵蝕的自由要恢復得到恢復 實際上是這樣的一個決心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不光中老年人支持 實際上資產階級 香港的資產階級 過去所謂的建制派 在這件事情上 對 已經也 也 也不是那麼很 跟黨中央站在一起 跟林鄭站在一起了 一樣是動搖的 而且我看到有一個說法 就是很多警察實際上 下班以後脫了警服 也站到市民群裡頭了 你反正是蒙面的嘛 你也不一定搞得清楚 所以這是一個 是全社會的一個反抗 全社會的一個反抗 這個不是說是 我給點經濟上的好處 就能夠挽回了人心啊 對不對 你給經濟好處要人命 人家不跟你幹的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 對於香港的年輕人來講 我們過去講有九七大縣 在九七年前有很多人移民了 到加拿大到哪去了 是吧 實際上還有一個叫四七大縣 二零四七 二零四七五十年就到了 對不對 鄧小平那句話說 五十年後不會變 那個又沒有法律效益 法律效益就是基本法 是吧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 他基本上都是五十年 你這二零四七年 這一國兩制到期了 那現在的這個年輕人 到那邊也是年 傅力強四五十歲啊 為什麼還有十幾歲的小孩子啊 這次都出來站出來了 對不對 十歲的十三歲的都站出來了 所以說香港的事 因為他們想想二零四七年的時候 對啊 對不對 那就一國一致了 那就跟大陸一樣了 你大陸人可能很滿足於你 你那麼現在這個狀態 小粉紅們很滿足 香港人人家是不願意接受那個一致的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它是一個 始終是一個隱患 他要他要在心裡頭要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你想如果二零四七是大縣 那麼二零三七二零二七是不是就要 就要病鬼啊 嗯嗯嗯嗯 所以說 所以說呢 這個長通不是短通 所以很多人實際上面對這個事情上 他必須下一個決心 嗯 必須下一個決心 就是要 要捍衛香港這個自由 那現在捍衛香港自由 我說了這個最低的綱領就是一國兩制 最低綱領就是一國兩制 但是一國兩制50年就到頭了 2047就終結了 他看不到未來的 除非他覺得 2047的時候 中共早就垮台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變色了 變成中華民國 或者中華聯邦共和國了 那他想想未來是什麼 他也是很焦慮的 當然在這種抗爭中間 他們也發現了很多機會 是吧 香港是作為一個國際性城市 你想在80年代的時候 香港回歸的那個 這個主體的心意 它是很強的 民族主義情緒非常濃厚 中華民族啊 這個 這個 這個情緒非常濃厚 你看當時的霍元甲啊 各種各樣香港的那種 左翼電影 是吧 他還是很有這個 很代表相當一批人的 這種心意的 對吧 那麼 倒是這些資本家們 可能資本家無祖國 他們擔心 這個九七回歸以後 能不能這個資本主義生活方式 能夠繼續 生產方式能不能繼續 那當然了 這個 這個中央政府給了他們定心完呢 但是呢 到現在這個情況 資本家也心裡頭也不靠譜了 因為你要搞送中的話 這些資本家 他在國內有投資啊 有各種各樣事情 是不是隨時就被引渡了 是吧 一般普通民眾可能還影響到 不大 當然對這些有頭有欄人物來講 他我相信他們對這個 送中條例是非常恐懼的 非常恐懼的 嗯 啊 所以你總體來講呢 我覺得他們決心上 是有這種 呃 長期抗衡長期對抗這個決心 你 叫不達目的 絕不收兵 啊 至於你剛才講的 插進來那個第二個話題 我覺得也要面對的 你說黎智英他們講 啊 現在不是硬拼的時候 是不是 就是那就是要把這個 抗爭 要做一個長期的心理準備 不要想著避其無意義 啊 很快有結果 哎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呢 就是 你有了攬炒的決心 有了勇武的姿態 哎 有了何以非這種大部分都能夠接受的手段 總體來講你要達到你的目的 你的目的是什麼 對 對 那麼這個星期天這個網 網上還有封這個 所謂這個 治這個 愛香港的普通市民的 治香港人的這個信件啊 也說的是大概同樣的這個 哎 因為這個香港是一個 它有法治社會的這個架構啊 嗯 有有獨立的司法系統 有這個 嗯 你就是半全的這種力 這個民主是吧 也還有這個議會選舉 區議會選舉在 那我想這個這個大台是不能夠丟的啊 啊 如果說任由林鄭去直接就進入緊急狀態 這個是一個很麻煩的事 就是黎智英他們可能是在提醒提醒一些事情 嗯 他就說不就是說不要亂啊 不要中了這個政府的圈套啊 他們想讓我們亂啊 我們就應該反擊到形式要變得更加安靜 當然了如果說這個對方想想製造亂的話呢 我想香港和八景元北京還是不一樣的啊 嗯 就是但是呢 現在你能看到他通過這種緊急狀態的這個情況 呃 一個是這個一個印尼的呃 記者是不是被打瞎了眼睛 嗯嗯嗯嗯 另外一個美國記者也被抓了抓了以後又放了是吧 實際上就是在想讓這件事情在黑箱中間 他可以任由他抹黑啊 如果說記者們都不到現場去了 或者為了安全撤離現場 啊 啊 那那他是不是就就有很多事情就可以給你抹黑了 嗯嗯嗯嗯 有有這可能啊 對 那麼這個話題因為時間關係啊 啊 我們已經進行了啊 比較長的時間 就先到這兒 我們今天的這個大新聞的第三個題目就是有關於啊 這個川普的啊 對於這個新移民呢 啊 必須要這個能夠證明自己啊 到美國的時候啊 入境美國的時候啊 能證明自己有醫保啊 或者說有能力自己啊 承擔這個醫藥費啊 啊 什麼這個吃無故雜糧都會得病啊 那所以說呢 到一個新地方哪怕是你是這個非移民 哪怕是旅遊者 那麼也有相關的這個保險品種 那麼這個醫保呢 現在這樣一來呢 啊 這就提高了這個移民啊 的門檻啊 啊 所以我們也感覺呢 就開個玩笑啊 就說這個啊 現在川普總統呢 也是說呢啊 要有這種啊 要有真材實學 要有經濟能力 要啊 要有這種啊 投資的這種經濟能力的這種人呢 歡迎移民美國啊 似乎也是感覺呢 要驅趕這個低端人口啊 我們這個打個比方啊 這個開玩笑 那麼就說現在呢 這個話題也的確是 讓這個現在的這個 包括我們看到在很多華人的這個圈子裡面 這些網站也好 帖子也好 對這事呢 很很緊張啊 就覺得好像現在這個 以後啊 這個移民啊 哪怕拿了綠卡呢 都不作數了啊 等等 那麼對這個話題呢 我們就想隱身地談一談這個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這個醫療制度啊 醫療體系 還有啊 或者說我們今天具體談談這個醫保制度的這種一同點啊 我們也知道呢 實際上中國的很多改革的這種項目啊 舉措啊 實際上很多的這個追根溯源呢 都是在美國這兒啊 跟美國學的是不亦樂乎 實際上是很崇美的啊 那麼應該說呢 中共的很多的這種做法啊 雖然說成天拿著美國說事啊 但實際上是對美國應該是還是這個很景仰或者說呢很嚮往啊 否則的話也不會有這麼多的官二代、紅二代、富二代、三代在美國紛紛落乎美國吧 所以說我們現在看到呢這兩者之間你看我們這個 這也是有關這個中美醫藥啊什麼這種 那都是我們知道真正的醫療體系改革、醫保制度的這個建立呢 在中國呢是在1998年左右的事情 也就是正好也是中央當政的時候 那麼那個年代搞了幾個所謂這個產業化 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 那麼還有住房的這個 這個也要進行這種商品化 那麼這三大塊呢也就讓這個民生啊 也就造成了今天 當然這是我的個人觀點 就是造成今天中共方面的這種手中的這個資源呢 往往是想利用利用不起來 比如說推動這個內需消費啊 當然我們這個話題稍微扯遠一點 就是說因為這些都是和老百姓的錢袋子有關的 而且中國的這個醫療系統改革到現在 應該說是尤其的野蠻 尤其的野蠻 那麼現在最近這幾年呢 要把一些大病覆蓋啊等等這些醫保呢 逐漸在做出一些 所謂這種為了配合人民群眾 對這個美好生活嚮往的這種需求啊 做出一些調整 但是應該說目前我們應該說在國內 在中國國內人們這個怕生病啊 看不起病啊 甚至都死不起的這種事情呢 應該說是越來越嚴重 相比之下美國的這種醫療體系呢 雖然說經常被中共的詬病成為是啊 這個世界上這個效率極低的一個醫療體系 或者說是啊 當然美國也有自己也認為呢 就是說這個啊 醫療的這個支出啊 不見的這麼一個原因所在 所以說我們今天呢 我先做一些這種鋪墊 那麼請二位呢集中談一談 這個中美的醫保制度 或者醫療體制 或者它的這種效率 這種一種對比 我想先請鲁南先生來談 中國的醫保體制呢 就是最近幾年應該說 還是有一些這個推進 有些進展的 比如說在這個農村地區 它有這個所謂的農河呀 新農河 新農河 對 它有一個比較低的這個保率 保肺 然後就可以看病啊 就日常的這些病 然後這個得到一些進展 還有一些呢 是這個在社區醫院的這一塊 我感覺它應該是吸收了 像美國的家庭醫生啊 這種經驗基礎之上 那麼有效的解決了 一部分人的這個醫療問題 但是它最突出的這些問題呢 可能還是遇到比較大的這個困難 因為它真正的有效的 和比較高能的這些醫療資源呢 基本上是集中於這個幾大中心城市 比方說這個更省匯城市 這個北上廣深就不用講了 那麼全國最好的醫療資源肯定是在北京 那麼我們都可以看到有很多人 得了這個疑難雜症的時候 就不惜一切代價 費盡精力都要到北京去看病 導致北京的醫院那邊人滿為患 就是連你掛上一個號 排上一個號都有人去導號 就像那個導過去導那個所有的緊鞘物資 導火車票 導這個什麼鋼材 什麼東西買不到 甚至包括蘋果手機都有人在導 那麼在醫院那邊這一塊比較突出的 就是導號 你買不到號 結果這些號呢 全部都在那些票號販子手裡邊 你要花很大的代價 那麼第二個呢是過度醫療 就是造成這個患者啊 他的費用其高 就是基本上是負擔不起 如果你不是百萬富翁的話 在中國 基本上你如果得了一個疑難雜症的話 你是看不起病的 你找不到地方看病 找到地方你也看不起 而且醫德低下 最近幾年也是一個突出的問題 一切向前看 那麼能夠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有醫生 把你的一個氧氣管交不了 住院費氧氣管 當時已經給你接上了 再給你拿掉了 是是是這種事太多了 這是正常現象 正常操作啊 更有甚者 有人說已經縫上的線 就是開刀做手術 已經縫上線 再給你拆掉 嗯 所以這種情況下 把這個患者的生命 當中一當生意來做的時候 那麼這個前景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中國人現在有一種恐懼 就是不敢不敢有病 所以中國人為什麼 拼命的去存錢 對 其中的一個原因 就是他 就是沒安全感 沒有安全感 對 始終的都沒有安全感 你病不起 病不起 像你剛才講的 你死都死不起 你進了火葬廠的費用 你交不起 各種各樣什麼骨灰盒 儀式 它有各種明目的這個 包括一個墓地 你都買不起 因為墓地現在比住房還要貴 死人住的地方 比活人住的地方要貴得多 所以他整個一系列的在市場 市場經濟 這麼一種畸形的市場經濟的情況下面 導致他的醫療的資源 向各大中心城市傾斜 所以普通人 我們剛才講 他那些新農河也好 城市居民的這個醫療低保 低費用保率的這個保也好 那是針對沒有什麼疾病的人 來這個來講的 如果你真正得了病 那麼就很麻煩了 我在北京街頭看到很多這個患者 他們到醫院看病之後 沒有地方住 沒有什麼住酒店 什麼亂七八糟這些 就在醫院門口的草地上 用一個錫子往地上一鋪 就在那地方就安穩過夜 第二天再到醫院裡面去看護患者 去掛號排隊看病等等 就是這樣 這是一種讓人觸目驚心的一種現實 那麼相對來說 在美國醫療的壓力也是很大的 就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這個費用確實是相對來說比較高 但是他針對窮人 那種就是在醫院的看病以後 你是不用當時付款的 如果是急救這個 你必須得失智 至於治好之後 錢能不能討回來 那是另說 當然你有錢了 你必須得交 你沒錢了破產了 那醫院就得認章 那沒辦法 所以說這種 我在醫院看病的經歷就是說 你看病 那麼收錢的人跟醫生是兩回事 兩個部門的 醫生只管看病 不管收錢的時候 那麼我在看病的時候 那麼有一個就是 是所謂的就像醫院的收費的代表一樣的 然後他希望你過來能夠簽一個字 填一下你家庭的信息啊 各方面的調管 醫生進來的時候 他跟三孫子的時候 趕快就退出去了 他好像就是收錢的人表現的 非常非常的那個就是怯懦膽小那種 在醫生過程中根本就不敢這個 那麼走的時候 我說我們去哪教會 醫生說不用教會 醫生給你送到門口走 那麼這種情況 那麼對於沒有錢的人來說 那麼就是說這個 在美國他的醫療制度是非常的這個 優越 非常好啊 非常好啊 對啊沒錢的人是很好的 對 恰恰相反啊 這個有錢的人 當然就是特別有錢的人 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是說 屬於中產階級是比較悲催的 就是在美國 但是在中國正正好是個倒挂 就是說這個沒錢你就徹底就死瞧瞧了吧 那就真的是這樣了 那麼這個現在就是 實際上中國我覺得這種所謂這種市場金 或者是非常殘酷的 非常殘酷 這個 嗯嗯 像這個奧巴馬保險裡邊 然後如果你每年收入在兩萬美金 這麼一個收入情況下 你買醫保是不用花錢的 嗯嗯 兩萬塊錢以下 它不允許你買奧巴馬保險 為什麼不允許呢 就是你可以拿白卡了 就是屬於那種免費醫療 所以在美國這個裡邊 對窮人的保障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在美國基本上這些人不用為明天去發愁 不用有這個看不起病的這種恐懼 所以美國人的存款率非常低 那是 那是 虛光有沒有不同意見 哦 sorry 你繼續談 這個呢 我個人感覺就是中國和美國醫療制度的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麼在美國生存 當然就是醫療是有相當大的壓力的 這麼一種情況 那么这种压力促成了美国人 就回到刚才的那个第一个题目里面讲 就是美国人特别爱运动 我们周边70岁的人 80岁的人都还在 每天都在努力运动 早晨晚上他们都还在运动 那么导致了这个 整个民族的这个体制 我觉得是相当的 这个相当棒 这个对于这是一种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也造成这种压力 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第一个看法 第二个看法来说 就是关于移民这一块 现在对移民的关卡是越来越多 这个是川普总统上任的时候 他就表现出来的一种 他的这个对移民政策要有所改变 从过去的像自由女神站在这个 哈德逊河口上举着灯 举着火把 欢迎那些全世界的饥饿贫困 就是受苦受难 向往的自由的 对 就是移民的 对你都把都给我吧 把这几人给我 我站在这个河口取着火把来欢迎他们 那么移民也跟也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实际上所有的美国人几乎 这除了印第安人啊 几乎都是从世界各地到美国来寻求美国梦的 那么移民给美国带来了文化的进步 科技进步 包括原子弹都是都是这些移民带过来的 美国人本土并不生产原子弹 他的文化也是各个注意的移民带来的 所以他现在成为世界上的科技强国文化强国经济强国 是移民操作的一切 移民的美国梦 促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 移民也带来了一部问题 尤其是非法移民 从上任之初 川普总统清除非法移民之中的刑事犯罪人员 遣送这些人 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还是让美国人民感到这个政策是有 对 我也支持 对 他在这方面的确一意贯之的 他倒没有变过 但是对移民的态度这方面 跟美国过去的这个价值观 现在看起来是有所的冲突 会不会在今后的过程里边交往过正 那么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另外关于让这个新移民 申请移民签证的时候 要证明自己能够付得起这个医疗 或者能够取得这个医疗保险 在这一块来说我认为这个政策 从政策本身来说跟过去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因为我记得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必须要交一个表格 也就是有你的这个申请人给你做担保 保证不成为美国社会的这个负担 这个是一直有的 这个是一直有的 那么这其中其实也包括你在医疗方面 在医保方面 对于整个社会的资源不至于造成这个成为负担 但是他现在把这一条单独的拿出来 来作为一种这个行政政策来执行的时候 多多少少有人会感觉到对这个移民政策上的一些变化 这个呢就造成了社会上的一些恐惧 那么我个人认为对这个事情能走多远 走到什么地步 今后会不会有他的继任者在加以纠正 或者说使他走上一个正常的规道 这是我们应该加以关心的一件事情 好的 好谢谢卢先生 接下来呢 旭光请发表您的见解 这个分成两块说 一个是中国一个美国 当然概念上还也得提出来几个概念 一个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国家主义 就是这样就能够理清楚很多问题 你刚才安华讲的 第一个来讲呢 就是这个中国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啊 处处学美国 是吧 那是 但是他造就了什么 造就了一个镜像 就是并不是真的把美国的东西再学到了 因为言论自由他没有吧 对不对 这个对私产的保障没有吧 国家这个垄断他没有吧 就是这个这个 基本上杜绝国家 所以说学了很多东西 所以就是说基础的东西没有改 基础东西没有变的情况下 学了很多表面上的东西 但是这个表面的东西 它也是有 有现实上是会起作用的 所以它跟原来的这个体制一结合 就是四不像 跟原来的体制结合 你像你说的这种医疗房产和这个教育 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市场化有问题吗 现在大家对中国都说是 这三个方面都是市场化搞坏了 在美国这个这三个地方可是非常市场化呀 对不对 土地是私有制的吧 对吧 医疗机构有几个国立医院呢 这个教育那最好的高校都都是这个 几乎都是私立的呀 是不是 有什么问题呀 对不对 实际上就是他在 因为他一直在控制着这个这个地方 比如教育他一直不撒手的 这牵扯到意识形态呀 牵扯到党国的这种安危呀 他是一直不撒手的 他对于私立教育始终是提防的 不允许他产生盈利 这样就很产生变形吧 产生很多变形 你你办学校的人不允许产生盈利呀 那当然你现在中国 中国的高校这种教育传言的话 那是就是国家 实际上是国家主导的这种 对对完了以后呢 这个这个这样的话呢 很多民办的这种高校啊 他实际上就通过后勤集团来转移转移利润 嗯 就没有长远心嘛 实际上在民国的时候很多学校 像南开这样的学校 他实际上就是不挣钱的 像张柏林办这个南开大学 他是不挣钱的 后来这些南瓜变成收归国有之后 这些老校友们在一起聚说南开被毁了 南开被毁了 张柏林他在做的时候怎么做的呢 你像这种教育事业 实际上也确实是很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很难挣到钱 为什么 因为有大量的人他愿意义务的去做这件事情 愿意捐钱做这个事情 那你挣钱在这挣钱就非常难 是吧 因为你这个竞争的是不挣钱的人是吧 所以你像张柏林他怎么做 他给那些学习很好的 就是说禀赋很好的穷学生 给他发高额的奖学金 完了以后呢 给那些军阀的子弟 给那些很富裕的那个家庭 他就要高额的赞助啊 对不对 他这样的 但即使这样的一个南开 一直是负债运营的 那这样 你说的是私立院校 他实际上是并不盈利 但是要办出一个很好的大学 但每到毕业季的时候 张柏林到各处去向这些 拜这些这个老校友 就是他过去的这个学生 师弟师妹要出 要那什么了 要毕业了 你们要帮着找工作 所以南开的这个校风 他不是说是要培养官员 就是给社会培养有用 有用的人才 是吧 所以很好的体制 共产党把它捣毁了 捣毁了 你再把它做成产业化 怎么做 教育产业化是多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对不对 有很多人是真的是愿意义务 去去去从做教育事业 是啊 所以整个是整个风气就坏了 这是一个包括医疗 包括医疗事业 人家说医者父母心 对啊 就说你很多人 你像在过去的时候 在民国时候 有很多教会大学 也有很多教会医院 是不是 这些教会医院 它是 就是 就是在投入 净投入 去 去 见死不救 这是不可能的 这些医院 是吧 那它有它的 这种民间的机制 那你通过国有化 你把民间 其实彻底就斩断了 民间 它 我刚才讲社会主义 国家主义和这个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手段 就完全市场化的 是吧 完全市场化的 那社会主义 中共 咱们追本溯源 社会主义 它提出来的时候 它是针对着国家主义去的 就是 原之原二的社会主义 就是说 这些社会福利事件 是社会慈善机构 NGO组织就办了 你国家不要包办慈善事业 慈善事业 国家包办 它就不叫慈善事业 它叫官办事业 实际上这种福利国家 是从卑斯麦开始的 是这种 带有浓厚的这种 法西斯这种性质的 国家这就是这种 侵蚀这种社会公民自由的 这样一个 它是和这种英美国家 是个另外一个方向的 咱们这样说到这的话 可能会提到美国 但先把中国社说完 你像这种医疗里头 医疗里头 它这个医疗管制 不光是有 因为它过去都是 这个国营医院吧 是吧 都是这种指令 指令性的 指令性的到现在 它不改 因为指令性的时候 它对这种 医 这种医药看得很重 而对大夫又看得很轻 但实际上大夫又非常重要 你比较门诊费 专家门诊十几块钱 全国就那么几个专家 是吧 你 刚才我那讲这个票贩子 是吧 好贩子 为什么 好贩子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 甚至都反映不出来 这个 这个大夫的这个价值 是吧 所以你想 他这个过去的大夫 你要是他给那个有钱人 治病的时候 他的药多少 对 没钱 他可能就说 好 这个我做慈善了 有钱的时候 他是猛药的 因为明依就那么就那么些 你能够成为明依的肯定是少数人 这是个舆论评选机制 对不对 明依肯定少数人 那你明依的挂号费和你普通的门诊 五块钱 明依的挂号费 十七块钱 那你还不由着他去炒去了吗 对不对 那明依的挂号费可能就市场化就得值几百块钱 上千块钱 但是他没有市场化 对不对 完了他管制着 管制最后就是有关系的 有门子的 人家优先就安排了 在这个走后门 就是说反而他既不市场化也不社会化 就是官员化 官僚化 官僚化因为对官僚最舒服最爽 这个是中国医疗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原因 就是官僚们爽 由官僚们来搞这个医疗制度改革 出处向着这个靠拢 咱也不要说什么高干病房这些东西了 特权阶层这个东西了 咱就不说了 是吧 就是说只要他还是这个国有制的 只要他要进行医疗管制 那就是谁有权有势的人 甚至比有钱人还要牛 走后门 是吧 那有钱人 你说你拿着钱你都找不到 找不到那个大夫 所以我就说既没有市场化 也没有社会化 还是在国家化的一个状态里头 那么你刚才讲那个三座大山 为啥三座大山 就是因为既不市场化 也不社会化 根字上还是国有化的 所以它是最差的一个三个 老百姓感受最差的 房地产 医疗和教育 对不对 房地产 你所有的地都 都必须国有化以后 才能盖房子 是不是就是这个吗 你供应完全在政府手里都卡着 对 在过去的时候 他还有小产 他还有这种 小产权 小产权 实际上是后来才被定义成小产权 那就正式产权嘛 对不对 过去的各个单位都可以盖房子 是吧 城市里的各个单位都可以 老百姓也可以盖房子 那中央基地改革以后 只允许 那么 只允许政府来供应土地了 所有的房子 盖房之前 必须由政府把它 这个土地收购了 政府同时收宽 实际上是同 实际上是同起来了 实际上就说 换句话来说 就是改革的红利 被政府一手拳 大部分就拿走了 改革的红利 对不对 因为大家 可以改善住房条件的时候 他把房价炒得很高 炒得很高 原因呢 他把地空着呀 地空着 就是第三个话题 第四个话题是连 所以你现在这样讲 这是中国的问题 美国都用提什么 北国就是说 就是几乎欧洲 最后带累到美国 都在向卑斯麦的 这个福利国家靠拢 福利国家是个控制人民的一个办法 你刚才这个卢纳先生讲 哈德逊和的自由女神 所有全世界那些受难的疲惫的灵魂 我来接受你们 但那个时候 美国是没有什么这个国家福利政策的 实际上移民来了 不成为政府的负担 反而成为这个源源不断的一个动力 就是因为这个市场分工 人越多他分工越细 他效率越高 他是有这个 是有这个好处的 是有这个好处的 那么这些移民也贡献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美国本身就是个移民国家 但是你一旦建成了一个福利国家 那就很麻烦了 因为你建成个福利国家以后 就等于就是说 很多人是要吃福利 他就过来 那这个时候 你新移民在这个政府眼里 他成为一个 同时也是一个负担 当然第一个他也是个创富的人 第二他也是个负担 那么就是要平衡这个问题了 平衡这个问题了 那多少人是冲着你的福利来移民美国呢 多少人是向往着美国是一个自由世界 我可以在这儿 有思想自由 有宗教信仰自由 有这种创富的资本主义的自由 他多少人是冲着这个来的 这你难以分辨了 对不对 就难以分辨了 因为你是过去的时候 这个分蛋糕的人就是做蛋糕的人 因为有了福利国家以后 你分蛋糕的人和做和这个吃蛋糕的人 他不是画等号的了 而过去的时候福利呢 是这种福利的 一个是你自己创造福利 对不对 养老 你自己养自己的老 另外一个是有社会 社会各种救助机制 是吧 各种各种会社各种各种结社的集团 像教会 那么你国家福利起来以后 教会也就退出这种社会救助机制了 这样的话呢 因为官僚办事情 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成本它是最大的 成本是最大的 它效率是最低的 对 它第一个 它比市场化的机制也要差 比社会化的机制也要差 但是它无疑是一个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办法 简单粗暴 成本很高 也解决问题 好 徐光这个分析的观点也很独到 那么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第三个话题呢 就我刚刚加最后一句 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国家主义 它在20世纪是比较盛 比较盛行的 我们简单的把它叫社会主义 实际上原汁原味的社会主义 是跟国家主义是对抗的 就是说社会主义是社会办 但是社会主义是办不是说都办成企业 好 那么这是徐光刚才的补充 那么我们稍后回来继续今天大新闻 第四个话题讨论 谢谢 第四个话题就是张振兴 那么这个名字呢 对很多人来说啊 尤其是金融圈之外的人来说 很陌生的 但是这个人呢 能量还是不小的 那么他也是48岁 正好今年是本命年 在英国的家中呢 突然这估计是酒喝多了 然后引发了一系列 这个身体的不适反应呢 最终是这个孕命 那么这一来呢 这个消息是9月18号 实际上他就已经是 这个因病呢 就已经是不治 但是呢 一直到昨天呢 这个消息才前天才开始透露出来 那么就说呢 他公布呢 10月5号呢 就说这个先锋集团 他是先锋集团的实际上 也是一个所谓这个金融啊 这个保险的一个小帝国 他是实际上他是幕后的这个操控人 掌门人 所以也叫做先锋戏 我们知道呢 现在有很多这个金融界的 喜欢用这个系 那个系啊 明天系啊 什么这个安邦系啊 现在先锋系啊 最早包括像什么德龙系啊 等等 那么这一大堆的这种系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呢 他做的都是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是违规的 就是说 或者说是不干不净的 不清不楚的 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么实际上呢 也就是做了中共的这个帮凶 成为了这个这个捞钱的 一个钱袋子 或者是白手套 那么应该说 这位张振兴呢 也不在其外 所以我们就想聊一聊呢 他现在这个先锋系 像一开始是做一些 这个投资融资租赁啊 等等这种 那么保险等等这些的 那么但是后来呢 突然转向了一个 现在就是这个P2P 那么这个网络贷款平台 那么这个网信 也叫做网信 这个结果呢 是亏得一塌糊涂 爆雷了嘛 所以就 这就让张振兴呢 有一些一蹶不振 那么这个 我们就看到呢 这些乱象啊 中国的这种 之所以让 就普通的百姓 没有一种安全感 不是说是他缺少是花样 实际上我很多人说中国这个缺乏想象力 中国这个 实际上我觉得想象力非常丰富 但是这个想象力呢 总是没用在这个 这个正点上 那么这些乱象 很多人就说啊 包括很多这种 像张振兴这样的人 玩起钱来啊 这个 那真的是 叫做聪明 但是呢 你聪明 他不是 我们看到还有一些这个报道啊 就他手下的这些干将们 大多数都是美貌的这个女性 这就不用说了 那么这个言外之意呢 大家都明白的 所以就说 这就意味着一种乱象 意味着一种沦丧 道德的这种沦丧啊 职业道德也好 他的这种个人品德的这种也好 那么都是一种沦丧 那么能够想象这样的人 能够给这个民族 给这个社会 能带来什么 让人感觉到 这个眼前为之一亮的东西吗 所以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张振兴啊 当然我们说的是他这个债务 这窟窿谁来补的问题 那肯定嘛 那就是最终 这个他的这些用户啊 消费者啊 来承担吧 那么有些东西可能 如果说真的是 这窟窿没法填的话 可能还有这种国家的这种 本身呢 他也是 也是某种势力的 这个白手套 就这个观点呢 旭光不知道同意不同意 我先设一个命题 好 这个这个 我我 因为没有证据 我们不轻易的给人下决论 就是我对这个张振兴呢 实际上 我对于成为今天这个话题 我觉得有点不是太理解啊 因为他我看了一下资料 他管理的这个规模是资产是三千亿啊 三千亿管理规模 那么从他的这种他企业的自身的资产 我估计就是百亿左右 百亿左右 百亿左右的话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 就是就是一个小型的上市公司 一个小型的上市公司 你想毛茅台的这个市值都快过万亿了 应该在万亿左右了 那现在的话呢 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 已经有这个 就是08年金融危机以后 美国的资本市场有管理上万亿美金的 这个基金管理公司 你想他什么体量 就是八万亿人民币 对不对 那在中国的这个 这个管理这个上 关联资产有上万亿的 那也比比皆是啊 所以这个他这个规模是一个 一个小体量的 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个 一个他的牌照比较丰满啊 刚刚我我问了一下马聚 马聚对这块比较了解 就是他是全营业执照的 当然是不是所有的执照都拿到 据说有重要的执照 他也没有拿到啊 实际上就是说拿到了很多这个市面上 就是比较门槛比较低的 他都拿到了 另外一个他介入了这个P2P网贷 和这个区块链 实际上这两个都是两个大坑 互联网创业两个大坑 他介入了这个 这个可能是他最后这个悲剧的一个原因 悲剧了 就您认为就这么悲剧了 是吧 我是感觉可能还有一些什么 其他的这种 因为这些现在呢 也有人分析就是和现在中国 整个这个经济大环境有关 那么这是有些这个 我看台湾的一些分析报道就说 因为这个P2P这个 我和小平做过专门一期节目 就是从 这是从金融的这种体制上来看 这种P2P应该大部分都会出 都会都会破产掉 大部分平台都会破产掉 而这个区块链这一块 基本上是个概念 基本上是个概念 这个 所以我做这个判断 就是说不管他是不是白手套 不管是经济形势好不好 这两个是没有 是不 没有结果 那您这是从这个专业的角度 就是从这个经济的现在这个市场 所以我对 我当然我对这个先锋并不了解 因为体量确实不大 确实不大 对对 它是真不算大 不算大 所以就是现在呢 这个观念就是说 现在因为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 这个国进民退啊 因为这个大环境 好像这个这么一个人突然又死了 我们要听一下那个卢乱先生的看法 他也是做了功课的 谢谢 我是觉得这样的 前几年都传着一句话 就是中国的企业家 不是在监狱里 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 那么现在呢 最近几年可能有了一个变化 有一些企业家呢 不是在 已经上吊挂在绳子上了 就是正准备去挂在这个 往绳子上去挂呢 嗯 吊自己了 对 现在前一段时间的那个王健 还有其他这个 这个一些企业家吧 德都会纷纷出现这个 这个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种情况呢 就是应该是 不足为奇的 因为在中国这个经济 整个经济环境里边 它不是一个市场经济 它没有自由经济体系 它也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 来指导这个整个市场的经济 应该是走向 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而是有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 利用威权建立起来的一个 不中不息 不伦不类的这么一个经济体系 有很多的人 是利用权力的这个出租 然后找到了一些利益所在 在中国一些大的企业 如果你想做到这个 这个虽然刚才郑老师说 这个先锋系不是一个很大的体量 但是你要做到这个体量里边 你背后如果没有权力的这个支撑 没有通过一些暗箱卓业的话 那也是很难的 像P2P这么一个东西出来 我们知道它是属于一种所谓的金融创新 这种名义出来的 也就是在网上吸收存款 然后在网上贷款放贷 那么这不是一种新鲜的玩意儿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含量 过去在银行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些调查 会有一些这个背景调查 会有这个担保的需求 这是很正常的一种这个 你在这个过程里边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好创新的 没有什么这个可以 这个就是更多的捷径可走 导致目前的这种结果是大面积的P2P暴雷 这两年我们不停地在听到各种各样暴雷的消息 只不过是暴雷的时间的早晚和暴雷的方式不同 甚至有一些暴雷是让人非常意外的 就是这个P2P的负责人自己去投案自首 或者说让手下的人自己去报案 然后导致他这个整个的所有的这些钱都不用去再去归还了 因为我已经倒闭了亏损了 完了我就住进监狱 那么现在是不是流行死掉以后 自杀死完了以后 然后这个在这个债务不用再不用再去偿还了 这是不中新的流行趋势 我不太清楚 因为没有受了这个 我可能也跟不上他们这个潮流眼花缭乱的让人目不暇接 是 是 是 他们玩钱本事是很厉害的 对 我们可以从这个张振兴 张总 他的这个几位高管身上 但是可以看出来一些苗头 他的这些高管们大都是年轻貌美的资源 都有几份姿色 那么这一种而且他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掌控了很大的操控权 转移了很多资产出去 那么这个跟P2P本身这种玩火的玩法 那么是很难让人联想起来他中间有什么技术创新啊 有什么金融创新啊 但是中国政府在最近几年反而鼓励的所谓这种金融的创新 就让人不能不联想这其中是不是有某种暗箱卓业的这种成分在里面 对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 对 因为一个是本身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一手收款一手贷款 那么他做的实际上就是银行业务的一部分 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的这么一种金融业务 到这个时候通过互联网根本没有见过的人把钱拿进来 再把钱放出去 那么这个两边是根本没有经过什么认证 或者说是联系的这么一个有效的制约的过程 把钱放进去 那么谁拿牌照 谁就可以做到很大的规模 前几天还有一位刚刚被上海公安局抓起来的叫戴志康 也是我们人大的校友 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这个金融界的非常活跃的人士 曾经做过地产做过各种 也是倒在了P2P的这个战线上 那么在中国你能拿这个金融的牌照 意味着你就可以一手收钱 一手去放贷去赚高利贷的这种差价 如果没有一定的背景 是拿不到这个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由此而想到 中国的很多的所谓的企业家 比方说前一段时间很高调的宣布退休的马云马老师 他的这个资产 他做到阿里巴巴这个 难道在中国这个没有法治 没有市场经济 没有这个监督机制的这个情况下 是完全凭着市场做起来的吗 是完全凭着自由的高超的经营手段做起来的吗 我是对此表示深度的怀疑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大连的徐明 也就是薄熙来的白手套 最后死在监狱里的那位 实际上他背后后台就是这个薄熙来 在重庆被打黑扫掉的几位这个企业家 因为他们没有后台 所以被当作黑社会被镇压掉了 也就是著名的李庄律师去维持辩护的那几位 我们根据已经披露出来的资料 可以认为这些没有背景 没有后台 或者说没有过硬的后台的这些企业家 很容易被消灭掉 那么这个钱究竟由谁来还呢 我想应该是有那些 我们过去叫厉害国 现在应该叫韭菜国的那些韭菜们 咎由自取 正如在中国的股市上 一代一代的韭菜被收割一样 在P2P 那么这个雷区踩雷踏雷的这些韭菜们 因为没有投资渠道 希望尽快的赚快钱 把一些养老钱 养家糊口的钱 辛辛苦苦挣来的这些血汗钱 都投在这么一个雷区爆掉的话 可能又成为了一批新的被收割的韭菜 可能下场非常可悲 这个钱估计是收不回来了 好 那么由于事件关系 我们今天第四个话题的讨论就到这 二位都发表了很精彩的见解 感谢卢南先生 感谢徐光先生 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的在线观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收藏分享点赞 而且在线发表自己对题目的这种建议 或者说题目的这种自己的见解 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嘉宾 东西光先生 卢南先生 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 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 谢谢安华 谢谢观众 谢谢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明镜news.com 推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